吼吼 央夕翻来 迎将阳光 努力相见 吼吼 晚霞满天 与我天天漫无海上 梦与几往 转为城华的东陵 作为主席 逐步开脱 生命的真理 可爱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 我是许可倩 欢迎收看《鱼香风情话》 在节目中我们常说到一句话 那就是多吃鱼 有益健康 究竟鱼肉跟一般肉类有何差别呢 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之外 鱼肉中还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这种脂肪酸是不容易引起人体内的动脉性硬化 其正式统计表示 鱼肉食为主的欧美人士 所患的心脏病比率 比鱼肉为主的爱吃鸡膜人高出很多 也难怪现在的营养学家一再呼吁要多吃鱼咯 台湾四面环海 鱼产量丰富 值得我们珍惜 您说是吗 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 当您走访菜市场时 面对种类繁多的鱼饭 是否在逍遣上会感觉不知如何选择呢 当您吃腻了肉类食品的时候 鱼食品鲜美的风味 是否吸引着您的情趣呢 本期节目中除了介绍鱼货的处理过程 同时也分析一般大众的消费鱼菜 另外也将带您浏览台北鱼产鱼交公司 自己所举办的国鱼付销活动现场 同时也将采访互交会场的激扰情况 影响请政府机关多质疑所遇现康的号召 本期节目中 赵立为观众介绍一道鱼味美食 一面高出货时间 示范的是刀鱼冻 本道菜不仅料理简单 而且适合夏天食用 风味足色 您不妨动手做食餐 明以食为天 在中国人真身地固的观念中 吃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所谓吃得好 还要吃得巧 中国人的美食文化 可说是极其精致 敬善敬美 在工商社会 凡时讲求效率的今天 也许您没有时间细通慢调一番 但是从饮食卫生的观点着眼 健康二字实在不容忽视 从一般传统的市场中 以至于现代化的生鲜超市里头 消费大众对鱼产品的选择 仍有其足道的见解 小姐 请拜来买几趟 一趟或两趟 那你觉得说你买鱼的话 你会不会考虑它的价格 我考虚间度 虚间度 那你通常有通调方式吗 不一定 不一定 那通常 通常有清蒸 还有说尖啊 那你经常吃那种鱼 跟海水鱼 还是海水鱼 海水鱼 海水鱼 没有觉得它比较好吃 海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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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请问你一个礼拜 到这个市场买鱼 买几次 买鱼啊 很少 是礼拜天才来买菜 那你觉得那个价格 会不会影响你去选购鱼的 那當然會啊 價格 主要是要新鮮啦 對,主要新鮮 那價格當然也是會考慮的 那你烹調的方式呢 呃,不如看魚啊 看魚的種類啊 那你喜歡吃飯的魚還是海種 我比較喜歡吃海種 對 我覺得這種 就像我現在買的 這種 這種魚的話肉比較細 對 你一禮拜後來吃牛買幾個魚嗎 嗯,差不多兩拜 那你逛喔,你會 逛三魚啊,海魚啊,蝦子魚啊 我比較逛蝦子魚啊 因為太愛吃蝦子魚 對,對,對 有時候青針啦,有時候就紅糟這樣子 看是買什麼樣的齁 就適合拿 生的還是紅糟的這樣子 嗯 第一個禮拜喔,買幾次的魚 嗯,那不一定啦 我,就是說有時候買 一兩天的魚 自己冷凍起來 那有空嘛,就天天出來買 那你比較喜歡吃淡水魚還是海水魚 嗯,當然是海水魚比較好 嗯 嗯 其實我們淡水魚啊 有時候是 現在一般都是有是 養的嘛 養的跟海水魚好像就有一點 天度不大一樣 嗯 小姐你好 請問一下你一個禮拜就是上這個超市啊 買幾次的魚 超市啊,我大概買三次到四次 三到四次,那你選購魚的時候 你會不會考慮它的價格問題呢 價格我不會考慮 但是它的品質跟鮮度很重要 您覺得說這種 新鮮超市啊 新鮮超市啊 新鮮超市跟一般的就是 一般的傳統的市場啊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新鮮超市的話 它購物環境比較好 而且比較衛生 我們知道 就是說比較喜歡到超市來買 周二太太你好 請問一下您這 為什麼會到這種 新鮮超市來買魚類食品 比較方便 比較乾淨 處理的也比較好 選擇魚類食品的時候 你會不會考慮它的價格問題 新鮮就好了 海水魚也好 淡水養殖魚也罷 只要是新鮮的魚 都是好的 的確 吃出健康 吃出營養 所使其它附加的享用 要來得更多重要 然而光憑點道 走道的功夫 要怎麼樣 才能夠挑選到一隻 或是新鮮的魚呢 第一個看眼睛 眼睛亮一點的 表示鮮度比較好一點 第二個看塞 塞的鮮度夠不夠 塞鮮度紅一點的話 就是比較新鮮一點 弱的彈性 有彈性 有彈性的魚 就是比較新鮮一點 現在的人還是喜歡吃海魚 淡水魚也不錯啦 蛋白質也不錯 但是人們大部分人 還是擺海魚比較多一點 請問一下那個 選魚的新鮮度 應該如何就是去辨別 海魚就是看眼睛 那個身體滑一點 比較鮮度比較好 現在的人 最常吃的是什麼魚 海魚啊像蒼蠅一般的 海魚啊海鮮 都比較好 交路比較好 宋關魚老闆的說法 選魚的標準不外乎 靈面光滑 腮部鮮紅 眼珠皮頭 肉體有彈性 只要能夠符合以上幾點要點 就可以算是新鮮的好吃了 當然 烹調的方式 和保存的方法 也著實關心著魚肉的口感 和味深 蒸汁熟食 皆有美味之餘 但無論如何 要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 確保身體健康無慮 才是最高的決分 尤其嚴嚴夏日雨時 食品保存應該更具體更確實 還不會提升腐敗的影響 而發生食物動物的嘆視 海北魚產運銷公司 除了拍賣魚貨之外 並將魚貨做生煎處理 它是公民服務業中 以一般民眾 較為接近的單位 由於食肥民生的首要 於是在業務推廣上 有其深入激情的必要 我們今天在這裡 舉辦這樣一個火魚地這個 錄銷活動 主要的是建議 我們台灣省 台灣地區 央食魚 特別是相當地多 相當地多 由於魚的營養很好 特別是 新鮮的魚 出過了以後 可以說對高血壓 對血管皮膚有些疾病 可以說膽固醇 這些都有相當的好處 因此魚類的這個食品 可以說是對身體健康 最好的食品 那麼我們今天來辦 這樣的一個取消活動 一方面是 希望大家重視我們身體的健康 能夠多來給魚 讓這個大家對魚發生進去 所以我們這個取消活動裡邊 有很多做魚的這個方法 讓大家能夠對這種食品 發生興趣 那麼這個魚量消耗多 不然對我們的身體有好處 對這個養魚的人 也就是生產者 有一種孤立的作用 那麼這樣對我們的國民經濟 也有相當的幫助 所以這樣的一個活動 是既對我們國民經濟有幫助 也對每一個國民的身體健康 有幫助 所以這樣啊 希望大家多多來參與 也希望 由於我們的這個取消活動 帶著大家來 對這個魚類食品的 一個使用一種興趣 業務塑膠配合現場示範 高知福再一次感現魅力 成熟的技巧 活潑的講解 讓現場氣氛爭動而去熱烈 熱騰騰的補償 當場實驗證了魚市場的新鮮美麗 可口之魚 富翔有加 活魚促銷活動 可說是已經達到了激進目標了 我們台北魚場公司 為了尊重我們長官的指示 認為我們批發市場 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在這個魚種或是中藥季節的時候 有自銷或者有擴展的時候 我們辦理這個注銷活動 現在我們是 這個地方是在全台北市的 各個重要社區 我們會巡迴辦一次這種 注銷品牌的活動 讓消費者大眾 了解這個魚食的喜好 儘管業務繁忙 當活魚追訪的活動 仍然造就此彈 為了是讓社會大眾 控制受魚產行程 然而相對的 民眾的參與同步 也是活動成功與否的 客觀證定 平常我個人呢 對魚類比較有興趣 那正好呢 聽到那個有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來參加 我是想說 平常我是魚啦 是說 烹飪的時候 有時候是用蒸的啦 那有時候用煎的 那有時候用煎的 所以想說呢 來了解一下更多 其他的烹飪方法 讓家人呢 也能夠再 品嘗到更多不同的 口味啊 嗯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說 我覺得呢 魚類呢 真的是它在營養方面呢 比肉類啊 在消化上呢 也比較好 所以我建議呢 就是說 大家呢 可以多品嘗 魚類方面的東西 其實 就如同一句大陸民燕所言 魚兒不再大小 總要新鮮 魚食品的新鮮 來得比其他因素更行重要 就以秋刀魚一例而言 當其價位 在每至大約一兩百元時 被一般盲目的大眾 動為甄品 並將增食 而今 因為大量養殖 也身價滑落到十餘塊錢一隻 竟然乏人問津 如此要不得的心態 實在是不可增長 話說從頭 因為秋刀魚的魚油含量更高 常被利用製造成健康食品 由此可知 魚類的價格 只能作為購買參考 而不能作為營養具的主要 尤其在物質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 衛生條件 已然成為選魚的主要考量 吃血不論其肉食如何可口 至少去營養對人體的病險 早已動火皆知 我們經常都吃魚 吃魚 吃魚的好處多多 而且調理方式多元 顯然是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的佳肴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衡量 魚肉的新鮮美味 對身體健康 以及養分動輸 都有其正面的肯定 所以 在移政單位的鼓勵之下 依然盼望社會大眾熱情享用 多次於有益健康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喜歡的高師傅時間了 高師傅您好 許阿姐您好 您今天為大家帶來哪一道菜呢 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刀魚丼 刀魚丼 那這刀魚是什麼魚呢 刀魚是這樣子 就是一般所謂的白菜魚 就是帶魚 對 因為它長得像刀魚一樣 就是刀魚 如果您剛剛提到這 帶魚長得像刀子 然後我想到 大概我們在市場上買這個帶魚的時候 聽到這些 所謂一種好像 特別的名牌 像大刀小刀 那這個中間要怎麼鑑別 這個不同的種類呢 所謂這個大刀啊 跟小刀 就是講的 一般講說 我們會講的肥帶跟瘦帶 五指寬的 以上 這個叫做肥帶 就是指頭的寬度做字 或者叫大刀 那三指寬以下的 我們就生這個瘦帶 或者叫小刀 這個當然 一般來講說 有時候總是魚會分大跟小 對啊 還不能夠完全區別 所以我們講說大刀的話 最簡單的區別法 第一個看眼睛 眼睛是黃色的主角 而背上的旗 就是黃色的 這個主要有大刀 如果說眼睛的 那個顏色是 灰白色 銀白色 然後有個黑眼線的 那種的 那種 然後啤 那是一種 也就是銀白色的 所以 我們在烹調帶魚的時候 有些人呢 他習慣說 把這個帶魚這個 鱗片刮掉 有些人就說 習慣把這個鱗片 就等於是 跟著鍋子一起先做 那我就想說 這中間的差別到哪裡 到底我們應該 把這個鱗片刮掉 一般以前有人就誤會 以為說 這個帶魚身上這個鱗片 應該是銀白色的 對 他以為這個是什麼 人家常常有這種 錯誤的觀念 以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金屬 洞金屬 有人有這種想法 其實這不是 在魚身上這個鱗片 就我們講是什麼 好像我們講說 生豬的話 有點生豬似 對不對 其實那個鱗 含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我做的話 我似乎把那個鱗片刮掉 我覺得它有這麼高的 營養價值 相信很多人都不瞭解 這要謝謝高師傅先生來告訴我們 現在就要我們一起來看看 高師傅的鱗魚洞 各位觀眾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鱗魚洞 所謂鱗魚就是白帶魚 那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用的材料 除了這個白帶魚之外 就是這個蔥 那我們特別要注意就是說 我先常向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魚的裡面 有個腎臟 這白帶魚同樣有 但是問題就是說 所以說白帶魚這個 這個腎臟在裡面 有時候我們為了不把這個 這個腎臟脫開 保持這個體型的完整 所以說裡面這個 腎臟部分 用筷子 另外一面 比較粗的那一面 把它偷過去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錢 這就是那個 等於上這個腎臟 從人家挖出來 接下來我們主要做 就是把這個白帶魚啊 用這個鹽啊 稍微把它拌煙一下 煙一下 煙的時間大概 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鹽用的量不需要太大 因為待會兒我們就煮這條魚的時候 我們用的還是要用點醬油下去 所以本身鹹味為了避免太鹹 所以鹽不需要用太多 稍微要拌一下 主要是讓它裡面的水啊 會出來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才向大家介紹過的 就是說白帶魚這個淋片啊 就是含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所以一般我都不去掉的 那我現在把這個油鍋啊 要燒熱 差不多用的這個油 差不多將近是一湯匙就可以 不調用太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這個白帶魚啊 放下去煎 差不多兩面同時煎到環了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煎到太熟 因為等一下這條魚啊 還要經過這個醬油跟糖啊 來紅燒 然後把這個帶魚煎好的之後 我們把它通通給它拿出來 接下來就是鍋底的油的部分呢 因為怎麼講 我們剛才是做這個魚的時候啊 那個淋片沒有刮掉 所以說那鍋底那個油啊 比較油一點好像混混的 我們就把那個油倒掉 然後接下來我們放一點新的油下去 我們就把這個蔥啊 再拿下去爆香 它不需要爆到太久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放醬油 醬油之後嘛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放那個糖 糖稍微多一點點 差不多是一茶匙左右 所以因為煮紅燒的東西嘛 鄉州人都喜歡吃比較帶點甜味的 那煮的它煮到什麼程度呢 也是同樣我以前教大家去說 這個煮這個紅燒滑水的時候 那個同樣的狀況 稍微有點起那個油泡 煮麥芽糖一樣的 然後這樣我們就加水 所以差不多稍微滾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帶魚啊 拿下去煮 煮的時間也不要太久 差不多煮個 嗯 差不多二十分鐘左右 我們用小火慢慢煮 那這樣煮的話 等於會把那個 在魚裡面那個膠質啊 都會煮出來 那這道菜 因為我們是講說 是 講說刀魚凍 所以說 就是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它會結凍呢 就是要把它那個 魚裡面那個膠質啊 就是魚裡面那個膠質啊 就是魚裡面那個膠質啊 全部都要煮出來 還有這道菜煮好了之後啊 等這道菜完全冷了之後 我們等一下放到冰箱去 差不多冰一個晚上之後 然後第二天這個魚啊 就會結凍 特別向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道菜啊 早上吃的時候 熱的吸上 嗯 可以在這個冷的這個魚肉 尤其是這個魚洞 絕對不能上去 你說你小時候吃的時候 就是專門吃那個魚洞 覺得魚洞味道特別好吃 對 的確啊 實在是非常絕對風味的道菜 所以各位觀眾 有空的時候呢 不妨在家自己試試看 希望你下周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魚湘風情話